年快到了 整個花仔組織做會 吃一頓過年飯是很開心的事 但是社會上有些我自己住的中壁 過年也是自己過 所以老五老去金花 每年都會送年菜給土地中吃 讓他們在理高梅也能享用到青菜的過年飯 但是今年在沒有一年菜上面 卻沒有三年以上 所有人也沒到沒必要的六星 他們主要讓大家回來做愛心 幫助在土地中吃 老五老去金花是已經年少過六年 為土地中吃沒一年菜 讓他們在理高梅享受一頓風險的過年飯 過年過年越來越快 但是今年在沒一年菜的時候 生個卻沒有理想 目前沒有一個目標的六星 他們主要是希望社會大眾作為共享生氣 來幫助在六星的土地中吃 老老基金會每年在小年夜這一天 都會募集我們的年菜 送給我們的獨老 那今年呢我們預計募集180份的年菜 分送給我們在地沿海的六個鄉鎮 那我們今年已經是第十三屆 那目前我們募集的年菜量呢 大概是只有五六成左右 那其實呢也因為景氣的關係 其實也是需要更多的愛心人士 社會大眾一起來支持我們年菜 把這一份當天可以熱騰的獻子的年菜呢 送到我們長輩的家中 那我們也希望更多的善事 相信的是一起來幫忙 那也歡迎社會大眾一起來 當天來做我們這樣子幫忙我們年菜 送到我們國居老人弱勢家庭的家裡面 周宜秀表示 有議員的民眾可以跟他們聯絡 大家就會做愛心幫助特區長輩 讓他們感受到社會對應的關懷 新春華新聞刷兩千六港 彩虹報道